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潘 专业做白酒糖果和必发 很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 对比两款产品 一款是钓鱼胎的十年 春酿,还有这款是钓鱼胎的四肠酒 这个钓鱼胎四肠酒这个产品 着重大家说一下 这两天,好多朋友对这个产品评价非常高 我今天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 因为我前底期视频和大家讲过这个产品 也品鉴过,也分享过 也曾经对比过钓鱼胎的方法 确实这个产品当时喝的比方法要好一些 今天我们拿这个钓鱼胎四肠 对比一下钓鱼胎的十年辰酿 看一下这两个产品 这两个酒制口感有什么区别 单从包装上 可能这个十年辰酿的包装导寸更高一些 你看这包装非常上等次 碳石呢,它是采用玻璃瓶的一个瓶身 这个钓鱼胎四肠酒呢 它是陶瓷瓶瓶的一个瓶身 陶瓷瓶瓶的瓶身更适合 酒体一个吞放 这应该大家也都了解 而且掉一台 这个私藏酒品 它是蒸十年份 酿造年份是2012年酿造的 到现在已经八年的一个 对起码年份 鸡酒年份就是八年的 因为十年成酿了 它说要叫十年成酿 但是它完全都是十年的一个酒体 它也是加入了一个鸡酒 加入十年酒体进行勾调的 今天我们品鉴分享一下 这两款产品 最近掉一台的产品 涨价 涨得确实非常的快 好多产品都涨价了 基本上能知道掉一台的产品 大部分价格都 都那个 都上吵了 私藏这个产品 最近的价格也六位上调了 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起码 单说颜色 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好像掉一台私藏的颜色 六位要黄一样 挂壁 挂壁非常不错 掉一台的因为都是本地高粮的 昆沙工艺本地高粮的一些工艺 香气非常的舒服啊 非常细腻优雅这种感觉 用一种花香的感觉也非常的好 单说香气上来说 这两款产品闻香的话 我个人感觉趋势不是很大 那细腻度的话 我觉得这个食藏好像好一点 六位要好一点 刁油台的产品入口还是比较好的 十年这个尾段一定会有点酸 带点酸苦 但是回甘呢也还行 回甘口看 口舌生津这种感觉不错 整个酒井非常的舒畅 协调度非常好 喝起来非常的帅 非常的帅的一个口感 入口感 入口的时候这两个产品感觉差不多 但是呢我感觉这个 食藏这个酒啊 酒体的浓郁度更好一点 明显感觉这个回味食藏要长 食藏这个酒比这个时间更长一些 这个酒怎么说呢 这个酒属于一个特调酒体 吊车四肠那个酒 它属于特调酒体 它呢是吊车的总经理 福音定制的一个产品啊 这个酒酒体喝起来确实要 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呢 这个档次更高 这个刚才拿这个食藏呢 这是光瓶的 木香装里面放的光瓶酒 所以它没有外包装喝 是这样的原因 好了今天给大家品鉴分享了一下 钓鱼台的两款产品 钓鱼台私藏酒和十年 通过对比 钓鱼台总体的酒体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钓鱼台这个 不管是品牌定位 还是在产品工业 还是酒体 酒体这个 这方面都是要求比较严格的 所以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两款产品呢 也是非常好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 我们本期视频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 或者意见的话 可以到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自信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